小奥特曼们 今天我们练习的奥特曼光线 奥特曼光线是我们奥特曼家族 非常强大的打怪技能 但是想学会使用奥特曼光线 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艰辛的 谁想拥有这项技能 就要努力练习 赛罗叔叔 我们会努力学习发射奥特曼光线的呢 好 那你们现在就开始练习吧 发射奥特曼光线 太难学了 学了这么久 我发射的奥特曼光线 只能让石头跳一下 让我来试试看 发射奥特曼光线 我也只能让石头摇晃几下 小迪迦 这也太难了 我不学了 我先去玩一阵 我要学好奥特曼光线 以后长大才能有能力 保护我们奥特曼村 打败怪兽 学好知识技能 我就要积极面对挑战和困难 永不放弃 我要像赛罗叔叔一样 学会使用奥特曼光线 发射奥特曼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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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终于学会了 小迪迦 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学习 我都看见了 你已经学会了 我们发射奥特曼光线的技能了 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是你努力学习的成果 我为你点个赞 小小赛 吃饭了 今天有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呢 妈妈 这条红烧鱼做得太新颖了 一看就好有食欲感呢 辛苦妈妈了 哈哈 妈妈不辛苦 红烧鱼这道菜 有许多骨刺 你要慢慢吃 不要急 嗯 妈妈 我知道了 开吃咯 妈妈 妈妈 我喉咙卡到鱼刺了 喉咙很不复复呢 哎呀 你这么不小心呢 那就是一下土方法 原地跳跳 妈妈 这种办法 不行呢 没有效果 那试试喝点醋吧 妈妈 还是不行呢 那就试试吃个饭团 看能不能咽下去 我回来了 刚才你们说吃什么饭团啊 你的宝贝儿子小小赛 喉咙被鱼刺卡住了 用了几个土方法都不行 现在想试试吃个饭团 看能不能咽下去 不行 鱼刺卡喉咙 卡得比较深 不能随便用土方法处理的呢 要去医院处理 小赛罗 幸好鱼刺卡得不深 否则就麻烦了 现在拔出来了 现在舒服多了吧 完全夫妇了 感谢医生夫妇 以后这种情况 最好的方法是 直接找医生处理 赛罗爸爸做得很对 我们为赛罗爸爸点赞吧 小朋友你们也要记得 直接找医生处理 太开心了 家里居然有这么多 我喜欢吃的棒棒糖呀 趁着爸爸妈妈不在家 没有人能管我 我要把它吃光光 太好吃了 我吃得好饱呀 哎呀 我的牙齿好痛 妈妈快来 我的牙齿好痛啊 宝贝 今天是不是偷吃桌面上的糖啊 这么多糖都给你吃完啊 晚上还不刷牙 妈妈 我以后再也不敢吃那么多糖了 妈妈明天带你去看牙医 来 张开嘴巴 阿姨看一看 哎呀 你的牙齿都让小虫虫痒了 以后可不能吃这么多的糖 还不刷牙了 好了 已经很干净了 谢谢医生阿姨 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糖了 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刷牙 小伙伴们喜欢我们的奥特曼故事吗 喜欢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下集再见 小小赛你怎么吃薯片的呢 你吃的薯片掉到地上到处都是 整个房间都有的 妈妈 我已经吃完了 现在马上就收拾干净 嗯 你一定要收拾好啊 我先去买菜去了 哈哈 这些掉到地上的薯片 不用一分钟我就搞定了 欢迎小伙伴们来我家玩 石头剪刀布 哈哈 我赢了 我第一个玩车车了 小小赛 你等一下 你想法赖呀 不是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脚上爬 我来看看 哎呀 是蟑螂 就因为你 总是偷偷把掉在地板的食物碎屑 踢在沙发底 桌子底 床底 现在家里到处都是蟑螂和蚂蚁 根本没法住 只能出来住了 你的小伙伴们也不想来我们家玩了 妈妈 我现在太后悔了 以后我一定不将食物费泻 踢到沙发底和床底 会认真打扫干净的了 宝贝 你知错就好 明天我们回家大扫除和杀虫行动 好的 妈妈 小小赛 我们玩一下爬楼梯比赛吧 看谁的速度更快 谁最快上去 就是最厉害 好呀 小贝利亚 玩楼梯挺好玩的 小朋友 你们不可以在楼梯上跑来跑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在楼梯上跑步 是很容易摔跤的 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吧 小贝利亚 现在我们去哪里玩呀 不如去我家玩吧 我家也有楼梯 跟我来吧 小贝利亚 你家的楼梯真高呀 我们继续比赛 爬楼梯吧 好 我们继续玩 小贝利亚看我表演 小小赛 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糟了 小奥特曼在楼梯上摔跤了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出去玩呀 你们的骨头摔断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们要一百天以后才能恢复好 这段时间 你们都不可以距离运动了 看你们以后还胆不敢在楼梯上玩到了 妈妈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在楼梯上玩法了 这段时间 也不是